据台湾中视新闻网4月9日报道 在阿利郎共和国级Keyoto号火轮 与其附属的动力推船Keyoto一号 从韩国釜山开往印度尼西亚巴弹岛 7日发出预险信号 台当局海巡部门出动舰艇搜救 台海上搜救中心也派遣巡逻机加入救援 台澎湖海巡队8日先发现在海上漂流的Keyoto一号 并在海面上找到两具船员遗体 截至发稿时 Keyoto号火轮仍今无线电联系未果 另据韩联社首尔4月10日报道 据韩国外交部时日消息 前一天在台湾地区澎湖县东南海域 新发现的一具遗体为韩国推船Keyoto一号船员 目前遗体被安置在台湾当地医院 8日在事故海域附近已发现两具遗体 经确认其为Keyoto一号船员 报道称 搭载6名韩国船员的Keyoto一号推船 于7日上午在台湾西部海域预险 截至目前三名船员遗体被发现 台湾有关部门和韩国海警 正在继续搜救其余三名船员 此外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4月10日报道 塞拉利昂共和国及Keyoto一号推船 7日于澎湖乌康渔港湾遇险 船上6名韩籍船员失联 台当局海巡部门接获通报后 火速救援 并在附近海域发现两具遗体 遗体运回马公渔港后 通过所属公司总经理确认 实为韩国船员无误 不过台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靖批评 允许韩国海巡船进入台当局管辖海域搜救 如此门户洞开 让他国舰艇如入无人之境 真是颜面扫地 报道称 张靖1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韩国宣称 其将派遣海巡舰 至台当局管辖海域进行搜救 台当局居然未对此有所意义 并且在4月10日 由台当局海巡部门加异舰陪同下 进入台当局管辖海域内进行搜救作业 韩国海巡编号3012号舰 确实是在台当局管辖海域内执行搜救作业